作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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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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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柱章中有这么样段话 这段话其实是这么的平常 然后它也在古的典籍当中一直被收集 可是如果你翻遍了曾经流通过的菜本的话 除了我们现在新造的以外 几乎这些注解都不见了 也就是说到底这部菜就变成 甚至于知道他谁造的都已经很少了 然后就造那个文讲面 因此生不起那种深深的意论跟恭敬的尊重 那么这段注文是智尔大师自己说 他说修行有二种 一者出行 二者久久行 交出行者当用此法 他就明白了说就是用这个法华三昧禅是出行 那他又隐藏了一个意思 也就是说其实广义的法华三昧禅 包括诵经拜经拜法华三昧禅 禅行之运想乃至于禅修 都是一种法华三昧的修持 所以说修持法华三昧禅 初学是以忏法的形式在表现 但是久修之后其实历境队员 非行非坐乃至于诵经拜经 或者此冠堂当中的修持冠 都是修法华三昧的方法 好 那么盖天台四种三昧当中 这个常坐 常坐三昧以常坐为物 今日众生心心躁动 常坐则易 非婚即调 不易得利 那么常行三昧是淡立不坐 妇十日久长 九十天 今日众生根生肉略 不堪耐苦 那么义难修持 那么这就是古德曾经提到 也曾经建议说我们多修 非行 半行半坐三昧的原因 常坐三昧 他的身移是一个坐姿 那当然我们进度过才能当然都知道 坐姿之外当然他还会有绕佛 就是我们的行场 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但终究坐的时间是稍微长 再来他里头用的是进攻 即便是开堂首座 西堂 后堂等 可能轮着为你讲一点开示 那都是提示一下 这过程当中彼此的力量的相互支应 是有 但是不多 你分层了 你也不可能站起来 你现在分层 刚刚没分层 你现在坐着这件分层 你也不能站起来动一动 回去洗巴黎也不可能 那这样子就有可能怎么样 就有可能他的提示你用不上力 那一直用不上力呢 除非你生死心狠切 不然久久地沉洗 然后就 我前几次上课引到的 那么会造成这种徐大师的弟子 会有大闹金山寺的这种情况 那当时地方上有重要新闻 为的情况就是因为学教的人 那么他会看着那个禅修的人 好像就在那做的脾气挺大的 又很挺 又特扭 很扭 然后什么事情都不好商量 好像没那种感觉 我在想说老修型的脾气大 奖金的价值大 这种感觉 刚刚你看他车子在了 真不好意思 这种雨 在台湾不算大雨 走过了还OK的 我自己撑着伞就OK的 谢谢大家这么照顾 其实是走过来就还好 那这种情况禅修呢 你很可能如果生死心不切 还有呢 对于教你的思考 或者是说那种肯切的参救 参救的意志跟耗耀心不是挺强 那么你很可能就想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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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呢 就这样五年十年过去 那我再跟他聊天 谈话 增长一点知识跟见闻 那么画风呢 立了一点 头脑呢 较比清醒了一点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不是说那个悼念或者是对于正见 或者对佛性的见解有一些体悟 可是已经十年过去了 古德讲的草邪嫌不曉得要还多久了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还不如怎样 还不如说你在大洞当中修福报 听经文法自己身心能够投入的去修菜 不空过 功夫不空过 绝对不是说参禅不好 绝对不是谁 就是说你没办法得力的时候 你功夫会空过 功夫会空过 是这样 那这种情况呢 将来难中比丘机会多了 机会多 你可以这样做 你会说他有残堂 非常好 我好要这样 你去做看看 大敬堂的时候你去做看看 好 那一期一期的 所以这一期 你一定要记得我的话 功夫而用的上力 这功夫用的上力 不是进去就用的上力 刚开始一定三个月练腿 再三个月练心 然后你说 那个什么 太居大师是太居大师 你要他是读经啊 然后有所行 你不要在那里做他的师弟叫太撑 撑在那里 撑那么久 那都是在那里撑 或者太硬 出来了之后 那个什么 我都太难道 那种 那种 new的样子 不要跑出来 不要学人家那个样子 那一定要谦卑柔软 如果是这样 你都应该去试看看 那如果不行 那我们等一下就看得出来 法华三昧在1600年前 就提供了一个很温和的导入的方法 他绝对是修禅的方法 修禅的方法 是这样 这是给大家一个良心建议 好 那么常行三昧的事情就更大了 我昨天上一堂都有提到 他的环境本身不会提大 甚至于房子 甚至不会比这个还大 就算这个大 中间尽量不要有柱子 然后旁边要稍微有点保护 那四周都要有栏杆 栏杆 然后地上虽然生土 然后不要太 就说不能太硬 他要能吸那个什么 身体的这个热气的 在椎泥 水泥 磁砖 都太硬 到时候真的下去修的时候 台湾修的人告诉我 那腿完全没有曲线 完全直的 像大象腿 真的像大 而且举步艰难 举步艰难 然后水肿 那你心脏会无力 连包括唐道宣律师都这样 所以他吃天王母心丹 就天王给他母心丹 这种蒙起来 然后就吃 中要有这一位嘛 天王母心丹 那再来就是说我说过了他要有这个套子 稍微这样歇一下 那上厕所用蹲的 然后爬起来 这些都非常不容易 那怎么样能这样修呢 广青老儿上 广青老儿上是有开悟的人 那我们年轻的时候曾经亲自问过他老板家 他人家在语录当中也写过这样 他说啊 他说不然随便能硬学我这样的 常做不悟 或者是不吃 他真的是不是呢 我去到房子 他临入灭的元吉的前三天已经不见人了 因为他传完戒之后他就不见不见任何人 那我那个时候在屏东就当义务役 那一直想念了他 因为想要跟他出家 一般人以为说蝉盒子 他是蝉盒子 书名的不多 曾经在南洋做过广播 那一般以为他没什么知识 那我们读了一点书 有一次有一份杂志 那是一个这个居士办的一份 算是出版界的出版社语杂志 那就引了他的语录 哇 我一看全身起雞皮疙瘩 这个根本是通经教的人想得出来的话 怎么会是往前老儿上呢 那那个时候我在屏東 机场 然后就赶快赶过 赶过去的时候已经不见人了 我就跪在那请那个老尼斯 是不是让我见最后尼 他说没有啊 已经都 老儿上已经关起门来好久了 那我就跟他讲说 你尽量想办法跟他讲就是 那个时候我带人家来潮山 然后被他透骂一顿那个黎青人 我为什么被他透骂一顿呢 我问他说 这根本就是很过分的问题 那他当然就把我透骂一顿 我问他说 我是独生子 我是独生子 我是被领养的 但是意义上是独生子 因为领养我的就是领养我一个 没有姐妹 没有姐妹是这样子 那我是独生子 而且对 我是独生子 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娘呢 我娘年纪大了 然后我爹的生活 就是说她曾经又过的生活是很好 后来就做生意也就失败了 那就钱了掉了 然后了掉怎么样 那就是说穷到什么 穷到我们家浴室是没有门的 也没有水红桶的 是这样子 然后我一直到读大学之前 我没有自己的书桌跟房间 那就是一盏那个客丁的那个灯 台湾像我这样穷的并不多 是这样子 然后穷得很有味道 因为我也不感觉自己是穷 但是我确实知道说 我今天要这样我母亲要去做事 我父亲又臥病在床 那我就把这事情跟老上讲 就当着两台游览车的面 就跪在那里 就问老上我想出家 可是我家里是这样 我爸又欠人家钱 我娘身体又不好 又在做母工 那我怎么出家 你知道他完全理得不理我 出家是你的事 你不能问我 那旁边的老迷思啊 嚇壞了 那老上什么都这么凶握 怎么对这个年轻人 何况这年轻人这么友善跟呢 带了两辆浏览车 都是哉公哉婆 那些老哉公老哉婆 一起来拜颤 还潮山的 潮山之后 那老哉公老哉婆 念不大声啊 那就剩下我一个人 我一个人在那 那么大远离山 王菩萨 有去念了五个小时 老迷思就很支持我 结果居然被唾骂一顿 我大概只紧张了差不多三秒钟 我就知道老上的意思 我根本自己过分嘛 我把一个无可能解决的问题拿去丢给他 老他这样怎么可能被我骗呢 出家是你自己的事 自己解决 好凶你知道吗 他本来也是这样做的 他因为他九十六岁的人 他坐着这样子 他听完手说 你快要这样子 你快要这样子 你这样子 我把我吓牌了 就是这样子 那三秒钟被吓牌了之后 第四秒钟我就醒过来了 啊对对对 我这个家伙太过分了 从今而后任何人问我说 哎呀师傅我想出家 可是我女朋友还年轻 我娘还老 那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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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我都会用同好话给她讲 出家是你的事 你不要拿麻烦的事情来骗我 那这种因地不争 你已经想了一堆 一堆苦难的事情 好像葬着你出家 你还能出什么家 你想想看 爺罗老爷子就在旁边 爺罗老爷子不要抓我 我爹老了 我娘还小 我娘也老了 我小孩子还小 我的太太年轻 我就要抓我 爺罗老爷子会甩你吗 你这样一想就知道了 你拿了什么天大的理由去 去糊弄老人家 他说不理你 他说不理你 是不是 他完全不被骗 他非常坚准 那好了 一群老齋公老齋婆在那里 也被吓坏了 那我再念头我又一转 我不能这样停啊 停了就是你卡在那里 我就 另一转说我知道 然后我就 我就跟他讲说 我知道了 我硬挤出这两个字 三个字 我知道了 然后接着说 可是现在 没有财挑 没有水挑 没有财批 没有水挑 那到场自来水 消瓦斯 古德说出家修苦恨 你老人家也提倡修苦恨 那请问我这种大学毕业生 要怎么拿来修苦恨 那才没毕业 那我毕业我想出家 那我怎么修苦 这讲他就好 他就很温柔回答我 他会有点口水 因为他已经不吃饭 十几年都没吃饭 他就很仔细地跟我说 人家叫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我问我说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要哪里去找人类人家呢 他说哪里在建庙 哪里缺人哪里去 我就这样去清良师他家 清良师我去的他建庙 确实是像他当人家说的一样 然后呢 什么事情都缺人做 我常常是这样 在屋顶上 在屋顶上面敲网 敲砖 我似乎说 哎哟 那个砖头要敲下来 因为见错了 那每一颗砖头都是一块钱 一块钱 台币才一块钱 一块钱 但是呢太浪费了 你得把那个水泥也敲下来 常常我这样敲敲敲敲敲 大殿里真的在 金金银金法师 我要给人家受三 三规五戒发官再建 我还在屋顶 我远远地听到 哇 这是保护我 怎么办 有一次已经进去了 我都做了忘记了 他们那个违罗 尹赛师傅跑出来 尹理师傅跑出来说 法师啊 要受大官再建 另外来屋顶上 还在那 然后就都弄西弄 大概我出家搞死人的事情 搞棺材的事情 搞建筑 去给人家念经拜参 什么事都干 真的什么事都干 乃至于比丘尼把我叫来驯化 把我叫来驯化 那我师傅既然怎么说呢 哎 撒咪又一个最小的 任何都可以骂他 我上完碗店 为比丘尼教育驯化 是不是这样 那驯化又驯化 我真的是最小的 全市里头有比丘尼 也有老比丘 那老比丘我要修水管 那我只有我有个年轻人 那他要找我去修水管 找我去修水管 那我就跟老比丘讲说 啊 那个修水管 那种 种 种 种水 你们知道我关 我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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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根本没关 他老是不理我 结果就这样 一打开 整个人噴开来了 全是都是水 我也不能怪谁 我都知道他故意搞我 然后他就跟人家讲 不理青人 以为了这就可以当住址 没用意 他根本不是这样 那就是廣经老老上讲的 所以说修行 修行的初修行 你要是没有这些历练 你一下子进那个禅堂 那大概你就是心不调了 所以在这里 智德大师会这样讲说 如果是这样功夫会空过 在我问过我法师物 他这句话到底为什么说 因为法华三位赛既然是圆顿的教法 那不应该说他是初修的人 那我法师物就跟我解释这件事 他说你在成堂里 你如果这些功夫用不上力的话 十年五年功夫空过 很多 他这样讲我当时也不太清楚 后来我自己观察 会是这样 他说唯有法华三内叉 有文有义 有行有伴 有助有力 他也绕佛 也拜佛 所以他动作行仪相当的多 诵经的时候他做了 最后呢 其实诵完经 还可以进灌堂再修一支香 乃至于两支香的禅修 所以说他其实是中和形的 那显空和尚曾经告诉我说 这样子的修法是最好 最适合的 然后这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跟大家讲一下 有这样子的用意在 好 那所以说天台中这样子常做常行 都不是那么容易 那非行非坐呢 非行非坐三昧 因为修无定向 那么圆无定境 重点是这样 修无定向圆无定境 这才是非行非坐三昧的核心 也就是说生命中所应激对人所遇到的 你通通在修三昧 通通在修三昧 那么这个时候修呢 要历念你自己的话就是 遇到一个人对你破口漫骂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怎么样遇尽对人 你不是这样说 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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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真正的是 真正的是他在骂你的时候 也不是这样 声音是假象 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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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是假象 你骂我 我两种发指 你又不听到 我在骂你 你听到没有 两种发指 几公尺甲几重 几公尺甲几重 是这样子 这样子只是一种转移而已 事实上是这样 正骂你时 你起心动力的内叉那就观察 骂我的是谁 我被骂的是谁 那起的念头是什么 念头起于何处 那他生念了吗 他有没有变异了 你正观的是这个 然后你还回 对不起 阿弥陀佛在触挠你的时候不好意思 你还讲这话 人去骂你这样子 然后你还是要在赔不死 这个时候你观的是什么 不是转移 也不是硬压 这两个都不是 这叫做立境对于修 所以说叫做修无定向 圆无定境 包括染境现前 男女染境现前 或者是贪爱饮食现前 这些或者是反正一切 一切贪 贪嗔吃的境界现前 吃你大概很难了 吃现前你就没有办法观想 大概是贪跟嗔 这两样现前 你才有机会观 那么这个也不容易 因为没有定境定向 ok 今日众生染源够重 这就是男人染源够重 染源够重 你根本他容不得你自己修 他就已经抢过来了 你了解一下这很可怕 他抢过来 所以你也没办法 然后再来促进折迷 古德说折迷 就总是迷惑了 初几修此恐难得意 所以说这样一简别之后 这几句话一简别之后你就知道了 常行常坐 非行非坐都难 唯有半行半坐三昧 这是依身宜来分的 半行半昧呢 动静双条是语莫兼用 注意这两个字 动静双条就是说他有跪着不动念诵的情况 甚至于有坐着诵经的情况 这是静 动的话拜佛 称念 礼敬 常跪 起来再拜 拜的时候送念等等 在动中有静 静中有动 然后有关 有事有关 有事有理 那么十日非酒是什么意思 十日非酒一坐基本上如果含送安乐行品 是否最短的安乐行品 那七十分钟吧 七十五 七十五大概OK 七十五 那如果说不含送安乐行 我们就扣掉十五分钟 我说只慢一点 扣掉十五分钟 大概就一个小时 那一天修六座 你说才修六座 你要知道修六座或许合起来就要六一小时 可是那个动作吧 躲又败又会又要灭又要观想 那这些确实是有点累 我说六座是庚慧和尚所说的 关中别院早年的时候 这关中士 早年庚慧和尚在那里 叫庆映 庆映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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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在庆映寺的时候 他带过这样子的一个教法 那么他用六支箱 我怀疑刚那个时候有居士太多 是不是他降低了那个次数 那也有可能 不过就是确实记录下来这六座 你们参考看看 这六座 如果当中早上一起来 就要刷牙洗脸兼洗澡 一想就这样 那要观想 观想我从身到心 一切清静 如是香汤 即是般若汤 然后如若如何如何这样一路关 要先这样关完了之后才去洗澡 那洗澡的 守着进去的那个赤壁 我们会讲到 好 那么这样子 所以说 将来你要有缘见那个灿堂 可以这样见 好 那么所以说 所以说这是雨莫兼用 那时日非酒就在指这个意思 时日非酒 那一元修冠 他有固定的元 这是燦本 所以叫一元修冠 再来定慧并韵 什么叫定慧并韵呢 他诵经也用 他官那个官文也用 所以说他既修定也修慧 既修定也修慧 可谓呢 三昧修之中之善巧者 三昧修之善巧者 那你要常行三昧 常行三昧幾乎就是佛立三昧 他三昧修成的时候 十方诸佛立于现前 那么你呢 一直绕佛念佛 称念佛迷 他所缘境是单纯 可是他那个缘起的 着意的念头呢 虽然是少 可是相对你就不容易怎么样 你就容易熟溜了 就放异掉 好 是不是这样 可为适合今日众生之根气 不过终究是出击才是这样 我们如果渐渐久修 当然可以专修法华经等等 后代偏台系统 忏法之什么呢 之传即 皆以 伴行伴作三昧为主啊 不是没有原因的 你看看法華三昧出来之后有大悲燦 大悲燦三昧 大悲燦 有大悲燦的还有呢 弥陀敬土燦 还有大敬土燦 还有沾茶燦 甚至于华妍中的华妍燦 通通以这个伴行伴作三昧燦法 法华三昧燦为母体 这点让大家了解一下 伴行伴作三昧中又以特写法华三昧 是有其原因的 首先呢 就传承说 法华三昧正是天台中之所以呢 以一时向盼色一切佛法而开宗立教的内在修正依据 这是第一个原因 天台中 天台中的成立 他正面临着什么一个事情呢 是佛教传入中国进入第四百年 那么这曾经经历过怎么样呢 鬼神童话型的所谓笔覆型的佛教时期 到来所谓的格意型的佛教期 这两期呢 一直经历了相当久的时间 一直到纠摩罗斯出现的时候 才叫做精确翻译期 也就是将这种格意 比如说老子的无啊 虚啊 这样子来比赴这个空 因为中国人早期没有这种缘起性空的观念 但是有老子这种那种炼气化神啊 炼神化气啊 炼气化虚啊 炼虚化无啊 这种观念 这种炼心的观念 也有修仙的观念 所以早期把佛教当为金仁教 金仁又不是庄金生啊 那谁为什么叫寺院的寺呢 大家应该知道 佛教史读过应该知道 寺是当年汉朝以降 那个给外交使节 来到中国驻地的时候 他的行馆 他的行馆叫做寺 那因为这些常常 当年海域比较险恶 宁可站在陆地上过来 所以说当年主要的是透过思路 南北思路跟西域这样子进行国际交流 那这边的人都跟印度很有关系 所以信的是佛教 信的是佛教 他带着他来到这里要来 要算是他的异乡 他要带着他的宗教一起来保佑 那因此他带着我们当时的汉人讲的叫金仁 金神 金的神来这里 然后就在寺他的行馆就叫寺 以伦的共同 久而久之呢 寺里头有金仁就好像变得很自然的事情 那那个金仁慢慢的也因为这样有当地的人 外交官以下的当地人 揪吃什么当地的商人来了 也会到这里来拜拜 那就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地方性的信仰中心 那这样就称为一个寺 称为一种寺 那你想想看 这个是对中国来讲 那是一个外国来的一种宗教 那只觉得说灵不灵 对中国人有吸引力了 那后来发现说很灵 那么就这样抵覆他叫神仙的教法 在曹操的时代 就是那个战国时代 曹操甚至于为了人民不准去拜那个金仁 或者拜一些鬼神 他的立法不准拜 因为政治行为他最怕这种通过宗教来聚集什么 他害怕 他害怕他就立这种法 那么可见了当时对佛教的看法 还是把它当作是鬼神 慢慢的呢 这个清谈风气一起之后 世代夫开始不谈儒家 因为为什么 因为整个政治崩溃掉之后 儒家的基本基础就接近没有 开始悬谈老庄 而老庄能谈的又有限 那这个时候呢 已经进到中国来 两百年前后的佛教的文献 就被那些 包括吉他 竹林七贤这一类人为代表的人 清谈风气 就由他们带起了一股 什么呢 世代夫对佛教的一种清谈事 高悬高庙就这样谈 这个不找边际 这样子又称了将近一百年前后 然后迎来了吉姆罗斯大师 吉姆罗斯大师呢 他是欺佛 他是千佛义师啊 那么来到了中国之后 受盡苦难跟侮辱 可以这么讲 真的是我们亏待人家 然后呢 但也这样他深深了解出 汉人文化跟语言 然后他开始种整过去曾经翻译过 然后再加上他新翻译 那并且对于佛教特有的观念 给予重新定义 这是旧摩洛斯对中国佛教 包括玄壮大师 都难以逾越的那种攻击 不是说别人没有做 而是他做的种整理 包括波罗空缘起这一类的观念 他通通保留了他 应该保留他的原意 也就是他在中国古时候的文 古文献当 根本找到对立 相对应的文字的时候 他就创立新词 创立新词 并且透过讲解呢 来给这个新词新的定义 也就是这样的中国文化 突然间的丰富了起来 了解意思吗 本来中国文化没有这种文词的 也没有这种概念 突然间就经过他这么熟悉 汉文华文这样这么熟悉 然后他有办法用 他中国人能理解的语言跟概念 还有习性的方式来讲解 这样特有的佛教特有的概念 这个时候整个佛教 以谁呢 以那个慧远大师为代表 这样知识分子本土的知识分子 就心力豁然开了 包括佛性 般若 空 捏盘 六道轮回整个完整的精粹的这种概念 你可以从 邱摩洛斯大师跟慧远大师的问答里头 可以看出来 这种他所问的 搞不好在我们今天来看说 基本我们不会怀疑 那那时候为什么还问 这么一位大德喔 学附武居的那个慧远大师 还要问你就可想而知 在此之前三百年的中国佛教 他多么的模糊 好辛苦啊 走到三四百年过来 那往下再走到第四百年 传入了第四百年 第五百年的时候 中国人 中国佛教面临了什么问题 面临了各个中各个地区的教法 都传进来完全杂乱无章 完全杂乱无章的时候 他开始面临的 这么杂乱无章 甚至表面看起来是互相冲突的 到底世尊是什么意思 这就面临迎来了一个 第四百年开始 就迎来了中国佛教 面临的一个历史性的问题 是什么 叛教 叛教 总摄佛法 叛摄佛教 叛摄 叛不是批叛 是叛归大小全实 这样叫做叛 有人听到那个叛字 就不舒服 你知道吗 你为什么要叛 我叫为什么要叛 我说我又不能叛 你凭什么叛 我说啊 你的同胞都依文解义 叛是叛别的意思 就是有一个标准 来叛别世尊所说的法的一个前后跟次第 那么这种叛教呢 在智者大师出世以前近一百年 他一直都有在做 一直都有在做 那么呢 到了智者大师的时代呢 开始基于叛教 又迎来了第五个阶段 第五个阶段的问题 什么阶段的问题呢 是什么基于叛教 形成一贯的而且具有 具有精教理论基础的修行系统 这在四百年到五百年间呢 我们汉传佛教呢 整个汉传佛教界所面临的问题是这样子 所以叛教的精不精粹 完不完整 有没有漏洞 就显现出我能不能依某一种叛教的理论来修持 那中国人你要知道西域 北印度 中印度 南印度 他们各有传承 对他来讲那很扎实的 我们有必要南方的传承 要去西州北方的传承 有的话就是相互辩论一下 然后互相欣赏一下就好了 包括西域的诸国 他们也有他们相应于中国 印度的化区的根本来源 比如说鞠吃国当年是北印度主要的教法传过去 所以鞠摩洛斯本身也学的是主要是北印度的大乘法 到那边去到那边去的内容 鞠摩洛斯本身也先在生文法当中出家 这在印度的那个时代 也就是智尔大师那个时代的印度还是很OK的就是这样 所以各自没有所谓融合的需要 了解意思吗 我就跟我师父学 我师父跟我师公学 我师公跟师公的师公学 一路学学学就学到了跟释迦古学 他跟他讲那条脉络很清楚 我干啥子跟我要去融合别家的 没有必要 可是你想想看 处于第一个大量接受佛法外来的一个文化的中国 他就没办法这样了 为什么 你来了也说你的好 他来了也说他的棒 这个人来了也说别人的不对 只有他对啊 现在这时候中国的祖师面临这样的时候 他没有任何的传承基础 他也对于任何印度来的佛教 他没办法建立任何特殊的感情 你看看 你看看 玄壮大师就不一样 他亲自的去 他学的是戒贤大师的维士学 他回来不动不咬 就是戒贤法师的教法 不动不咬 为什么 因为他亲自到那去 带回来 那我就这套系统 可是坐在本地的佛教徒出家人可不能这样啊 那个人来也叫大师 这个人来也叫大师 是不是这样 年纪也大 胡子也长 那大家看起来都很有道 那你看我怎么办 所以他一定面临一件事情 传来的应该都是佛法 那我怎么能够捨取 捨彼取此呢 所以这跟中国文化所谓的讲融合 没有直接一定必然的关系 你要是任何一个人处在那种环境底下 他都会面临的广真博弈大量吸收的问题 了解意思吗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面临了一个 都说对都说好 那到底我的实践法门在哪里 要知道实践法门在哪里 势必要把教法的次第先弄清 所以中国当年在智子大师出现之前 足足耗了一百年 爭论了一百年 各家各派出现 从学派一直到中的雏形都出现 中于一本经一本论 或者基于一本经的精神综合多部经多部论 甚至一部经得一品 比如说把华元经的实地品 叫做地论中 他就单独成为一个地论学派 其他不成中的地论学派 比如说社论成为一个社论学派 一部论就成为这样 这就是佛教史当中相当有名的所谓叛教旗 那这个叛教旗 从叛教旗 他的真正目的是要找到一条 究竟稳当的修行之路 而且能够在逻辑跟教典的基础上说服 现在跟未来 他真的当年整个汉地的佛教界 真正急着要面临的问题是这个 太清楚不过了 也没有任何潜力可取 那耗了一百多年了 没成功 那就是智者大师出现 智者大师出现之后呢 如狮子之后百兽皆急 他总整了南三北七的这种叛教的内容 然后当然这是总说南三北七 他把重要的整合起来 然后用他创造性的看法 将整个佛教界想要完成的 种色佛教的叛色这件事情 透过五十跟八教 八教是双系统 五十是赤地 教法的方式 方式那是话语 教法的内涵是画法 所以画法透过方式来表现 然后呢 放在众生身上要有赤地性 所以叫做五十是这个意思 我简易说是这样 好 那么这里呢 要解释它就是说 如果你能了解这样 这就是修正的根据 这就是天台中 所以一时相应 叛色一切佛法 这就叫做叛色一切佛法 这样懂吗 那叛色佛法的时候 他得出来精粹的是什么呢 以法华为核心 那法华为核心这么大啊 六万余颜七轴庄这么多啊 那他的真正修行是什么呢 再精粹为对初学者的法华上面猜 所以你现在看法华上面猜 从这历史的角度来说是什么意思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是什么意思 是中国人耗了五百年 一直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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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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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挤到最后一个法的最后一滴 这一滴吃下去就怎么样 就变superman那种感觉 那样的感觉去实践 精粹成为一个初修者 立刻可以下手的修法 法华上面猜 你要知道总色佛法最终是在智者大师第一次完成 当然其实没有很难再做第二次的超越 第二次当然华言中算是做了第二次了 但是也只能顶多跟他并驾齐驱吧 我们不要讲大话 并驾齐驱吧 也没有办法超越他 所以你看看他就坐在那里 做完了他总色一切佛法 他一定总色出一个修行的方法 也就是摩合止观 世故止观当中摩合止观 它最终的修行方法 而修行摩合止观的核心 我们会引到这段文 恰恰就是华华上面猜 他是不是这个五百年来的最后 以天台的角度所萃取出来的最后一滴精华 就讲这个 这段话真实的意思是这样子 所以我光看文字不但你会理解这样 所以说而开宗立教在内的内政 在内的修正依据修正依据就是这里 以这个为修正的依据 修的依据跟正的依据都在这里 天台三祖会师大师 就中途来讲的话是中途的二祖 那中途二祖 那我们把那个龙树菩萨算出祖 那么即首先依法华经的修词而正得子三昧 他在总监正名 高僧传云大师获尔开悟 我们讲他开悟的事情 法华三昧大乘法门 一念明达十六特圣八被舍 被舍除入便至通策 所以一次全部通策 通策这通于僧文的共法 也都通策 因为大乘是含僧文策 《天台九祖传》里头提到了更云至世之后讲到 我为什么要讲这段话 这段话就告诉你法华三昧上的传承 所以要讲传承 他修法华三昧上正的 包括他个人能正 我们今后也能正 至世之后所闻之经不宜至解 不用人家解释 他能够自己能够解 此后当天台大师自大书三念见惠师大师时 慧师大师亦教导智者大师休息法华三昧 如前撰云 也九读撰云刚刚都说 师大师即是普贤道场 未说是安乐行 昏小刻武道 如教言兴 这几句话是指志尔大师的修行 他说什么样 他说 慧师大师带他到普贤道场 什么是普贤道场 法华三昧上的 坛场 就是普贤道场 法华三昧的祖奉供奉普贤菩萨 因为普贤菩萨在普贤菩萨行法经当中 明白的就是说 若有人欲修法华三昧 而因为过去的业障深重 不能记忆 不能体解 不能修持意念 所以那是因为过去的恶业所遮障之故 我愿为彼座懺悔主 令他懺悔六根 乃至于发愿随喜回向灯 那么以使他能够入于法华三昧 你看 这是我就精益的本文的意思 我讲的白话是这样 所以说要修法华三昧 能与不能 通通看普贤菩萨老佛爷的眼脸 脸色 你要对他求懺悔 那你就懺熟了你内在的障碍 你内心就能呼喚出你本去的法华三昧的界界 所以说普贤道场为 那为说是安乐行 哪是安乐啊 深口意愿 深口意愿是安乐 那以愿安乐为总和 为总和心 那深安乐行 深口意愿的深安乐行表达了一个 一个深移的 深的形象的一个不动摇 口安乐行表达了你对大小胜的分别 以及恭敬的表现 最后意安乐行是你能够生起这个 对于这个法华 教法的一种意念恭敬 到了愿安乐行发起的独习心做总敬 他这次提醒那至安乐行也是天台大师 从会师都提倡的一品 这一品被天台认定为凡夫修法华的入门 依此而修 正法华三昧的平常的行仪 就是依着深口意愿来修此 人间生活行仪 所以说为说是安乐行 原因在此 是安乐行表现成为一个修行的仪轨 也就是法华三昧三昧 所以他会跟他讲说我带你到福贤道场 然后我跟你讲是安乐行 无非就跟你讲什么呢 跟你讲法华三昧三的修持核心 是这样喔 然后昏小苦道 早晚都辛苦用功 如教言心如慧师大师所教 智者大师依经教跟慧师大师所教 叫做无教 然后来关心 研磨你的心 懂吗 观察你的心 研讨你的心 那么今二七日诵至药王品 你要知道拜法华三昧三也可以诵经 那主要是诵世安乐行 那也可以诵世药品 当然也可以诵全经 他老人家是诵全经 诵全部的经 拜法华三昧三送全部的经 所以这样看起来 有可能他是分章 应该是分章 分卷 每一天多少卷 那拜多少 多少的法华三昧三 送到药王品中齐而入定 也就是讲到药王菩萨焚生 是申精静 是申法供养无来 他送到这一步 也就是讲到药王菩萨焚生 是申精静 是申法供养无来 所以送到那有的闽然入定 我曾经这长期 我曾经对这个事情 苦餐不解 我说哎怎么会这样 这一般人怎么办 怎么哪有可能有的胆次跟能耐 也太金氏骇俗了 人生是申精静 是你申法供养无来 那咱们这样都不申精 也不申法供养无来 这还得了 那么当然后来慢慢才有体会到说 修行到一个程度 内心里头的那种 为佛法而忘蛆的心情就涌现了 可以不这么做的金氏骇俗 但是你要知道那真实是可能 慢慢才有体会 那送到那里的时候 集合入定 慈因敬法 慈是指智慧 敬是指定 所以慧因敬法 简单讲就是这样 慈因敬法慧因敬法 照了法 照了法 我们把这个话讲完 若高辉之灵幽谷 达诸法相 达诸法相 达诸法相就是能够悬陶罗尼塔 种种法相辽通达无碍 法相通达无碍就是对诸法的相性体力作 因缘火爆本末究竟的能够有所体会 就是法相 达诸法相是这样 那能够知诸法之相 就知道法法之间的关系因缘 这样懂吗 那这样子就能转 就叫旋转 旋陀罗尼 种辞一意 所谓叫种辞 种一切意 辞一切形 叫做种辞 那因为你达诸法相 所以诸法之相性体力作你能理解 那你就能体解这个法法实相核心的道理 通通不理这些诸法相 那诸法随你一相 怎么解都不理实相 你要了解 这样叫做种子 所以达诸法相正得这样 那这是因为这个不是小秤的开悟 也不是一般意义下禅宗讲的开悟而已 他是大秤实相的解悟 所以像什么呢 他比喻说像高山造幽谷一样 那么像高山上面的太阳在上方能够造幽谷 不会遮止 是这样 好 我们先上到这里 这段我们的重要武器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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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